請問你覺得現在的名義代表真的有代表名義嗎? 我覺得沒有 應該是沒有吧 沒有 有些有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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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吧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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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名義沒有辦法直接得到反應 如果透過他們的話 因為他們的想法可能是以他們自己的思維去做一個反應 沒有辦法直接表達出民眾真正的聲音 感覺起來似乎是沒有辦法反應現在的名義 我覺得就是他們可能就是注重自己的權利 或者是說被黨的那個意識形態給控制 所以變成說我覺得他們根本沒有參考名義 反而是說可能為了選舉啊連任啊然後的企圖性比較大 就你的立場而言 你覺得這一次普暴抗爭後續應該要怎麼做 這邊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呢繼續抗爭 建立兩岸監督條例一定要先立法 第二個是用公投的方式 才可以真正聽到民眾的請聲 第三個是要把國會交給國家 這樣才可以讓立法院繼續運行 你會選哪一個 因為人民就是因為忍受到一個 就一定程度才要去做一個這麼激烈的事情 如果在沒有達到明確的目的之前就隨便推出去 我覺得好像半途而非沒有辦法完成他們當初的訴求 就是唯有人民真正覺醒的意識被政府強烈的知道 然後就是等於我們的訴求有成功 他們才會覺得說就是要遵照民意 而不是說他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你這樣一直長期的抗爭 其實我覺得是兩敗俱傷耶 對啊 因為國會也不能說一直都沒有運作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有點膠著的那種方式 我覺得說應該應該有一個就是 就是卡記的學生應該得到一個模式之後 應該有一個退場的機制 不能退場其實衍生了很多的後續問題 社會成本我覺得不可否認 那我覺得每個人都很辛苦 那我覺得如果說今天可以公投的話 我覺得民意表決是實際數字 我覺得數字可以代表一切真的 學生的意見我們都聽到了吧 所以大家現在全民都有共識吧 所以應該現在體制要恢復吧 所以還是代議制度就代議制度吧 所以現在還是回背到國會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 如果真的要讓這件事情趕快落幕的話 應該是要把立法院趕快還給國家正常的運作 然後大家再來討論下一步該怎麼做 認為這次的學運和抗爭事件 會促使50萬人走上街頭 除了白黑鄉服貿的事情之外 後面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呢 背後呢 我個人會認為說是因為前面 政府私信於民眾的次數太多 所以造成其實民眾對目前的政府 我覺得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 其實能夠促使到50萬人走上街頭 應該說服貿這個議題只是一個觸發點而已 事實上應該大家對政府的不滿已經累積許久 我會覺得可能是真的 民生真的有一些狀況出現 對那真的像可能大家會感受到貧富差距 然後可能財團上為什麼會這一次 你會發現這一次有關 這一次的抗爭過程中 沒有任何財團出現 對是很明顯 很明顯感受到其實就是 嗯 一個國家有兩個生活的感覺 各自的生活都不一樣 可能一方面除了服貌之外 對政府不滿其他施政方面不滿的情緒也是有 應該也不只是單純服貌而已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台灣的民主被威脅到了 我們已經為民主 在民主當中生活了那麼久 那這一次的這件事情 整個破壞了整個台灣民主的體制 所以我們出來抗議 我自己的立場 我就覺得說跟世界接軌是一定要的 但是你今天破壞民主的體制 來跟世界接軌 這是我不能忍受的 你覺得這次的抗爭事件 學運事件過後 有沒有可能讓台灣能夠 未來有新的可能性 我覺得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至少很多政治人物應該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八年級是 他們並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 對啊因為以前我會覺得 年輕人其實大部分對政治是滿人感的 可是這次其實我發現說 其實他們也對未來會有很多的憂慮 對 年輕的這一代20歲左右的大學生 或者是研究生 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很多無窮的可能 他們的論述能力 他們的組織能力 他們的協調度 對於台灣的民主的新陳代謝來講 應該是蠻不錯的立場 我覺得政治的抗爭很好 起碼讓那些本來默示政治的人 都開始關心政治 然後不會去排斥政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其實我覺得蠻有影響的 就是在我自己身邊的發生 因為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其實很多都會說 就是因為他們很討厭政治 所以不去投票 或是很討厭政治 所以不去討論 然後但是政治就在我們身邊 就是你不能說你不去看 他就不會在你身邊的事情 而因為這件事情發生 對大家去關心 然後大家會去看 F帽到底在說什麼 我覺得他才是影響到我們真正的 就是你會開始發現說 他一直在影響到我們身邊 如果我們不去管的話 你就是會被這種黑香調這樣子 這次全運有一個很正面的意思 或者是說讓學生 他們之前的學生 可能對於政治是不太有興趣 可是藉由這一次 他們就是真的去重視到說 有一些問題 是真的跟他們未來是息息相關 所以或許會能夠激起 這一代新的年輕人 願意去投入政治 或者是藉由一些 藉由教會啊 對藉由一些方法 去真的去改變台灣的一些情況 在做什麼 作為英文旅行 的 威脅 對 我們會不會說 我們會不怕 尤其是 我們會不會說